再来关心台湾的近代艺术 渐渐受到重视了 来看这场近现代华人西化名家大展 集合了十多位油画名家的经典作品 要让民众一次看个够 来自台湾各地的艺术家难得齐聚一堂 为的就是这场近现代华人西化名家大展 十多位留学海外的油画艺术家作品一次呈现 像是被誉为由马提斯接班人的常遇 最擅长描绘近物 它的线条很优美 它是与中国的书法很流畅的线条 然后它蕴含有一种很成郁的一种特质 马提斯 它说是世界最美的线条的创造人 但是我觉得常遇的作品 它的线条并不牙于它 色彩简单结构单纯融合东西方文化冲突 常遇到的国外却没有进入艺术学院接受正统训练 但作品却能展现出天马行空的浪漫气息 而另一位抽象画画家朱德群 这幅作品更让行家赞叹 最好的就是它这个色彩的这个交错 从暗到量 那种变化的那种微妙的那个小小的大片的 激度的动感的东西 特别好 这次展出的作品多半是作者或收藏家的珍藏品 大方出界 民众不只大宝眼福 更能看到早期华人油画的发展史 中天新闻台北众和报道